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什么了不起的 对不对啊 你比方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们有一个小朋友来问我 他在学校里人家老师问了 因为他们这个班是比较混杂的嘛 大年纪 小年纪都有 人家一问二十几 二十几问他几岁 他连讲讲自己的年纪稍微偏大一点 他都不好意思 这就是要战胜自己 那么六十岁又怎么样 五十岁又怎么样啊 对不对啊 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要实事求是的呀